素人 變action 的樣子 菜單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人在操控這個世界了 操控了那群人都已經死亡了 資源的控制權現在就是又是重新歸零了 就變成是用搶的 沒有人管你了 你覺得你需要什麼 你只要有心 你絕對可以靠暴力的手段去取得它 那最後一個團體能夠控制住 這個世界所剩下的資源的百分之多少 就是看他們能夠多暴力多霸道多美人性 那第三個點就是基礎建設的大規模毀壞 一些我們現在會認為很方便的東西 道路 通訊之類的這種 讓人類可以 可以讓一小群人可以有效的控制住一大片區域的 所需的這些條件都沒了 人類會變得非常的地域性 非常的 非常的小規模 因為你基本上已經失去了能夠進行任何的大規模統治的工具了 那這個代表了什麼 它是一個起跑線的重劃 在這一個環境之下 以前也許會失敗的一個政治體系 一個思考的方式 一個意識形態 在一個後末日的世界 它也許可以爭取到夠多的資源 讓它自己成功 所以我今天這個演講 我是把一個後末日的世界把它看成是一個意識形態的戰場 原本控制住這個世界的想法 的社會 現在已經沒了 重新開始 那要重新開始我們會想問的就是說 霸主還是會是人類嗎 或者是再進一步 之前統治的那一個社會 會再度站起來統治現在的這個被毀滅之後的世界嗎 那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這一個舊有的系統被毀滅之後就再也站不起來了 被一個新的系統給取代了 這個新的系統是什麼 那如果再用一個打破第四面牆的方式再討論下去的話 那這個就是作者 創作者在想要用這個故事告訴你的 是他認為哪一種意識形態才是最好的嗎 還是說他是一種對現有的社會的一種抱怨 還是純粹只是對現有社會的一種反思 這真的是目前人類能夠統治地球最好的方法嗎 我們有沒有一個更好的方法 還是說我們把這個現在有的這個不完美系統毀滅掉之後 起來的結果反而會更糟 反而通關其實非常容易跟末日做結合啊 因為有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就是 你願不願意為了安全而放棄自由 我會覺得大部分的人遇到夠可怕的事件的時候他們是願意的 下面我這裡有舉兩個單字 第一個是Dictator 那這個字在英文裡面很簡單就是獨裁者的意思 這個字它的根源是羅馬共和國的時代的一個制度 就是當羅馬共和國遇到非常大的也許會導致滅國的危機的時候 元老院也許就會票選一個人出來 命他為獨裁者 然後呢要這一個也許特別有才能的人 給他全面的權利讓他去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想法是這樣子啊 假設每一件事都是要一群人經過長時間討論下去 才能夠有結果才能夠有行動的話 也許今天遇到危機你就在這樣子浪費時間的事上面就被滅掉了 當你有一個人獨佔權力的時候 他可以很快速的去反應危機 所以在古羅馬就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Dictator的一個制度 那這個制度它所代表的就是 羅馬共和國的人非常的願意 在遇到大規模的毀滅性的事件的時候 他們願意把自己的自由交出來 願意給一個人無上的權利 即使這個作為 理論上來說是完完全全的違反了 共和國他立國的想法 以及當初羅馬人推翻了他們之前的國王的那種理想 遇到危機的時候大部分的人還是會選擇安全 OK下一個這個大概是 就是最典型的 今天發生了核戰 在核戰之下存活的會是哪種人 為什麼永遠都是這種 都是這種很7080年代 The Rocker的那種 就是龐克頭的那種 對啊反正永遠都是暴走族 OK那這種所謂的暴走族 或者是有點比較原始部落 或者是各式的軍閥的這種 這種生存者 他們所代表的就是霸道 就是一種 現代社會已經崩壞了 已經沒有次序了 我爽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要阻止我你必須先比我強 的這種意識形態 就是 這個是一個很 非常非常的非常 非常非常就是底層的一種 權力本身來自暴力的一種思想 因為當我們把其他的東西 全都不考慮的時候 一個人他從他 當他生了什麼東西都沒有的時候 對他而言最有價值的東西 就是他自己的生命 所以今天如果我能夠威脅到一個人的生命 我就是我就是有 對在對他而言我的權力會比他高 我可以用這一個暴力的威脅 來逼迫他做我想要做的事 所以另外一方面在這一個世界觀底下的 各種混混通常會集結在在某一個老大的身邊 而這個老大通常就是這一群人裡面 最沒人性最暴力最最人渣的那一位 那這裡就是你會延伸到說 在就是這種人 人渣身邊永遠有一大堆小弟替他做事 可是為什麼在這種作品裡面 好像主角英雄都是孤獨的 永遠就是那種一個人 也許帶著一隻狗在這個合戰之後的荒野 合戰之後的荒野 各自漂泊 拒無定所 只能 也許今天遇到了一群人幫助他們一下 然後就要離開了 不管你在幫再多的人 你都只是一個人 然後那些掌權的永遠都是人渣 那這個其實就提到一個很有趣的點 就是當你把文明 當你把人類社會 當你把這些全部跟人本身來說 是外在的東西給去除掉的時候 你剩下的是什麼 最赤裸裸的人類有什麼 從定義來說 當人類完全沒有任何外在的東西所剩下 就只有人的本性了吧 就是真正的人性啊 原來人的本性就是人渣啊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在這種作品 你會有所謂的善良的老百姓 還是會有所謂的好人 好人這個詞在這種世界觀非常非常有趣耶 好人從字面上的意思來看 就是像是在說 他是一個好的人類 他的所作所為是人類的典範 人類應該往這一個方向走 應該試圖模仿這一個人的行為 這樣才是一個所謂的稱職的好人類 可是在這種作品裡面你會看到的是 那些在有次序的現代社會裡面 被認為是好人的那些在這種設定都是被欺負的 反而是我們在現實社會會被定義成壞人 會被認為說人類不應該是那個樣子的 那些完完全全是異類的那群人 他們在這種世界觀反而可以飛黃騰達 那會不會在一個後末日的世界裡面 那群人渣才是真正的好人 他們才是人類的典範 他們才是能在這個世界裡面 最發達的一群人 Max他在第一集他是澳洲政府的警察 他是那個Main Force Patrol的一員 他有老婆有小孩 基本上生活還算圓滿的 如果你暫時忘記他活在一個即將 即將步入末日的沒有石油到澳洲這件事的話 可是在第一步到了結局的時候 Max的老婆小孩都已經掛掉了 他基本上已經失去了他人生的一切 所以在第二步的時候 他就是帶著他的那一隻狗 在他的這一部車上面 遊蕩在澳洲的這個廣闊的 但是什麼都沒有的這個 遍地黃沙的這個荒野上面流浪 這個從Max他這一個角色 失去了他之前在社會上面的 社會上面的這一個個人的定位 以及在這一個社會的次序之下 有給他的這一個家庭啊 這個工作啊什麼之類的這些身份 把這些身份去除之後 你得到的就是這一個很會飆車的 得一個後末日的生存者 從Max他本人的轉變 你可以看到的是片中人類社會的轉變 從一個從一個現代現代的這種 有的國家政府之類的這種架構 慢慢的因為因為資源的資源的匱乏 慢慢的慢慢的這些這些文明 所帶來的額外的這些東西 就慢慢的消失掉了消失掉了 一層一層一層的被撥下來 你剩下的就是飆車族了 你剩下的就是 剛才所討論到的這種 這種後末日的人性 這種從我們現代的角度來看 根本是沒人性的這種人性 而他其實整部我覺得有影射到 這一個剛才討論的所謂 好人跟壞人的定義的問題 我們會認為是好人的這些人 在Mad Max這個系列裡面 就是被各種反派欺負的 另外一方面我們會認為 是人渣的那一群角色 通常在Mad Max的世界裡面 都是因為這個末日 他們開始成為強者 他們開始成為統治者 Star Trek他大概是科幻史上 最正面最勵志 最富有希望的作品之一了 今天講末日這麼灰暗的主題 我最後還是硬要塞Star Trek進來 我覺得Star Trek他給的 他的背景的那一個設定 一直到Star Trek他本傳本身的故事 前面的那一段 大概是我所看過對後末日處理 最富有希望的一個 OK就是在Star Trek的故事裡面 大概就是在1960年代 有經過精英改造 有創造出一系列更強大的人類 所以之後就發生了所謂的Eugenics War 在原本的初代Star Trek裡面 是把Eugenics War描述成一場很大的那種戰神 可是眾所大家都知道 在後來6070年代真的過了 然後沒有發生這場戰爭 所以在後來 我是有一本Star Trek的小說 把這個Eugenics War這個事件 當作是那種有點刺客教條式的秘密戰爭 來處理 然後Eugenics War之後又發生了真正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而人類就在第三次世界大戰裡面 又把自己核單掉 因為第三次世界大戰永遠會造成的是毀滅 就像愛因斯坦講過的 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用什麼武器打 但是我知道 第四次世界大戰會用木棒跟石頭 所以發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戰 後來生存下來的人類 是在一個 就是在一個後末日的世界生存 資源極度的缺乏 還有還是有很多的地方非常的混亂 少數的地方還有一些就是存活下來的人類政府 因為其實在Star Trek裡面第三次世界大戰 最後是參戰各國停火 而不是真的打到說連政府都沒了 可是還是一個非常末日的一個結果 可是後來有一個叫做Zephram Cochrane的一個人 他是人類第一個發明取速引擎的人 他發明了取速引擎之後 進行了第一次的超光速旅行 因而取得了在附近的一艘瓦肯人探測船的注意 人類就跟瓦肯人進行了第一次接觸 然後他們進行了這個第一次接觸之後 因為人類發現說 這個宇宙其實還是很大的 裡面還是有各種各式各樣不同的人 所以地球就開始團結了起來 團結之後的地球靠著自己本身的努力 再加上他們這個新朋友瓦肯人的一些援助之下 慢慢的發明發明出了各種未來科技 像是Star Trek裡面的那個複製機 replicator以及傳送機 transporter之類的這種很科幻的很 很那種太空科幻的這種科技 邁向了一個後潰乏社會 在Star Trek的地球上面 沒有貧窮 因為你的生活所需品 全部都可以免費簡單的取得 甚至很多的奢侈品 都可以免費非常容易的取得 沒有戰爭 因為人類是團結的 因為資源不缺乏 所以你沒有任何的戰爭的必要 沒有疾病 因為科技已經演進到了一種 在地球上面 基本上人類不會有疾病的一個狀態了 就是一個無托邦 當然之前有聽過我革命演講的 講一些DS9的人 就會知道那一段就是 住在天堂的人不知道地獄疾苦的 的這一段 可是先忽略這個 反正在Star Trek的世界觀裡面 地球是一個無托邦 地球的這個故事 是一個充滿對人類希望的故事 經過了一個 快把自己毀滅掉的 末日式事件的摧殘之後 人類居然可以靠著自己的努力 讓勇氣 好奇心 好奇心 以及這種種種的其他的正面情緒 來讓自己的社會再度建立起來 而且比之前的各種 各種人類社會都還好了 好了幾百倍 當初的Jim Roddenberry 他所創造出來的Star Trek是這樣子的 後來就是說 在TNG這系列後來有拍一部電影 叫做Star Trek First Contact 故事就是 培卡爾艦長 他們的內艘Enterprise 在有一次跟柏格人的戰鬥裡面 穿越了時空 到達了當時就是 Zephram Cochrane要 進行他的第一次超光速旅行的前夕 可是當Enterprise的組員 到了這個 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地球上面 找到了 找到了Zephram Cochrane之後 發現 這個在23世紀被認為是一個 偉大 一個偉人 偉大的發明家 帶領了人類 邁向一個新的 新的烏托邦式的和平時代 的這一個大人物 他根本 他其實也根本是個人殺 他發明取速引擎 完全是為了讓自己可以賺大錢 以後退休到一個 到一個自己的私人的南洋島上 然後開後宮 開後宮 部份 登場 兩位 登場 一位 武衡 武衡 十二位 尤死 武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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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